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绿幕 高庆相机 懂得扣图 还要有一部性能强劲的电脑和VR设备才玩得起来 没有超能力的同学真的像一键告辞 不过随着VR一体机的性能提升 还有价格的降低 现在想用平民一点的价格去录制ML视频 也比以前容易多了 你只需要一部iPhone和Oculus Quest 2就能实现了 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录制的过程有点复杂 但了解过后其实有着还好吧 有一点点动手容易的玩家其实也可以做得到的 这个录制ML视频对设备有一点点小要求 一 iPhone或者iPad需要有A12或以上级别的芯片 二 要更新到iOS14或以上 暂时没有安卓的版本 还有三 在内地的同学就需要懂得科学上网 换言之这是iPhone XR或以上 还有iPad Pro都可以使用 我自己就是用iPad Pro了 基于其他的iPad可以自己检查一下芯片型号是否匹配 先带个头盔声明一下 我自己并不是这个iPadPad的开发者 也不可能完全解答到所有使用iPadPad过程上的问题 但我会尽量把自己遇到过的情况在视频里讲出来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吧 如果有大神知道问题所在的话 也请在下方留言一起分享哦 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也请一键三连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以后会有更多VL三观的游戏和硬件的体验 教程在这里播放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 软件方面我们要在Quest 2的上层里 先下载Mixed Reality Capture 还有在App Store里下载TestFlight 这个TestFlight是iOS给开发者发放测试版本iPadPad的平台 这两个iPadPad的连接我都放在下方这个评论区里了 然后复制这一个连接 在iPad里打开 就可以下载第三个Mixed Reality Beta 这三个iPadPad都准备好后 先确认一下Quest 2和iPad是处于同一个WiFi里 最好是5G的频道 还有iPad要放在固定的位置不能移走 我自己是用三角架固定好iPad的 但校准开始后再改角度就会出现问题 需要重新校准 那时候就比较麻烦了 调好你喜欢的角度后 在iPad打开Reality Mixer 然后按第二个按钮 开始校准 带上Quest 2打开Mixed Reality Capture 把里面显示的IP地址填入iPad里面 Port和Resolution Scale Factor可以按预设 不动就好了 特别要讲一下第三个Resolution Scale Factor 这个数值越小的话 录制的M2视频会更加流畅 但场景相对上也会模糊一点 所以就看你取舍吧 我个人觉得0.25倍和0.5倍都可以选的 准备就绪后就可以按Connect 提醒一下这时候就不能再移动iPad了 带上Quest 2后 面对着iPad镜头 把右手手柄拿到最近上级的位置 按一下这个绑基键 然后正对着镜头退后5步左右 再次按下绑基键 这时候iPad会拍下你的一张照片 把上面的蓝点调整位置到刚好覆盖到手柄就可以了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在走到镜头前 确认一下校整是否正确 在用一个手柄校整的情况下 两个手柄的定位看来都挺好哦 就可以点击iPad画面右三角储存校整数值 并推出Quest 2的Mixed Reality Capture 这个步骤一定要记得哦 然后再次回到iPad 点击第三个按钮 Start Mixed Reality 确认一下IP地址是否正确 还有记得点开第一个选项录音 带上Quest 2 打开三对应可以录制ML的游戏 在iPad上按Connect 就会看到自己身处在虚拟世界里啦 可以录制ML游戏 我会在下方评论区里面也打出来 这个列表应该会随着时间会更新的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值得一提的是 有一些游戏需要在设定里 自行打开MLC选项 这里以Beatsaber为例 进入游戏拆单后 按齿轮进入设定 点进右二的选项MLC 并打开开关 要不然会没有效果了 没有实体线的交场 没有绿幕 简单的器材就可以 轻松实现混合现实的效果 这个ML功能现在还处于测试的阶段 可能在扣图质量上偶尔会有点小偏差 但我个人觉得已经可以接受了 毕竟录制成本下降了好多 以后的更新应该会有更多的改善的 如果想要更好的分离效果 可以穿上更背景不同色系的衣服 还有在旁边打灯 应该也有点帮助吧 另外距离路由器越近 接受讯号越好 画面也会更流畅 我自己的路由器就在两三米范围内的 至于录制的话 你知道iPhone和iPad里 有内置的录屏功能吗 在画面右上角往下拉 打开控制中心 点击那个小圆圈 倒数三秒后 就可以开始录屏了 然后记得录制好后 在同一个位置再点击小圆圈 结束录屏 如果在控制中心 看不到录屏的小圆圈 可以在设定里的控制中心 寻找荧幕录影 并按旁边的加号添加就好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其他补充资料 我会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潮玩VR 减负在B站以及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哦 这里是潮玩VR 一个基于愉快体验和硬核教程的 Oculus Quest爱好者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